巴黎低声叹息一声 说 凤九姐姐 你错了 父子非但没有表扬我 反倒说我不如我父君当年的十分之一的努力 小白子之说错话了 尴尬的呵呵干笑两声后 转移话题 对了 巴黎 我姑姑 你娘亲呢 你不是应该和你娘亲一起吗 怎么如今就你一人来 随即听到阿黎常叹一声 哎 小白不解地问 你这是怎么了 小小年纪竟觉得如此惆怅 耳边传来阿黎忧怨的声音 凤九姐姐 你是不知 我父亲近日来不许我靠近我娘亲 小白更加狐疑 为我按摩的手也停顿下来 随即问 为什么 见小白停下来手 我睁眼看着眼前的一大一小两个火宝 阿黎看见我睁大眼 眨了眨眼 恭敬向我行礼 毕君 阿黎是小白的表弟 虽然只有三百来岁 但因为我和小白大事已定 如今阿黎和我已经是同辈之人 见阿黎给我行礼 我点了点头 示意阿黎不必多礼 见阿黎和我行礼后 小白伸手拉阿黎到身边 认真地看着阿黎 紧张地问 阿黎 你方才说你父亲不让你靠近你娘亲 这是为何 阿黎干瘪的小嘴 油油地说 父亲说要让娘亲为阿黎添弟弟妹妹 所以不许我靠近娘亲 小白和她姑姑都是绝色美女 叶华为了白浅 曾经想舍弃天族太子之位 以假死蛮过众仙 更因化身为凡人素素的白浅跳珠仙台而追随 证明叶华对白浅的情谊深厚 平心而论 如果是小白身还六甲 我也不会让别人靠近小白 但问题是 现在白浅还未有喜脉 叶华就不让阿黎靠近白浅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 除非是叶华以这个为借口 特意支开阿黎和白浅行夫妻之事 小白扭头看着我 小脸红了红 似乎在说 一君 你看我姑父他也太过分了一些 我眨了一眨眼 眼神和小白说 那是因为你姑父太爱你姑姑的缘故 哪里过分了 小白翻了翻白眼 才扭头看着阿黎 安慰他说 呵呵 阿黎 其实呢 多个弟弟妹妹 也好啊 你看啊 之后你就可以和你的弟弟妹妹一起玩 一起做课业 这多好啊 说着 小白又伸手摸了摸阿黎的小脑袋 似乎想要安抚阿黎失落的情绪 阿黎跺了跺脚 嘟着小嘴 不悦地说 哼 父亲好坏 想以这个借口独霸娘亲 阿黎不想要弟弟妹妹 阿黎只想要娘亲 阿黎果然人小鬼大 小小年纪就已经成精 一下子就识破叶华的诡计 看来 叶华想要独霸自己妻子 又不伤害到自己的儿子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可要废一些精神 小白无奈地看了看我 随即低头看着阿黎 说 阿黎 其实不管你娘亲是否为你天弟弟妹妹 你娘亲都会像从前一样爱你的 所以 你也不用这样担忧 阿黎一下子抓住小白的手 认真的问 凤九姐姐 你不懂 阿黎自小只有父亲在身边 看到别的仙童有娘亲疼爱 阿黎好羡慕 现在好不容易 娘亲回来了 阿黎不想要弟弟妹妹来同我争娘亲 小白伸手摸了摸阿黎的小脸 疼惜地说 阿黎小的时候 娘亲不在身边 确实孤苦了些 但姑父可是一直疼爱阿黎 见小白怜悯自己 阿黎马上装得可怜兮兮地扯了扯小白的小手 撒娇说 凤九姐姐 你又没有什么办法 叫叫阿黎 好让父亲改变初衷啊 小白皱了皱眉 迟疑了地说 这个 这个 说着 又扭头看着我 似乎想要我为他解围 阿黎的这个问题 本就是叶华和白浅的家世 让我和小白如何插手 看了看阿黎 正要说话 又听到阿黎说 本来父亲没有这个想法的 就是前几日 众龄哥哥送来了凤九姐姐的喜宴请帖 父亲才忽然提出要娘亲给我添弟弟妹妹 我看着阿黎 不解的问 阿黎 你可有问过你父亲 为何要那么急于让你娘亲为你添弟弟妹妹 阿黎悠悠地看我一眼 撇了撇嘴说 还不是因为帝君要娶凤九姐姐为帝后害的 看着阿黎一副感怒不感言的神情 更加狐疑 茫然地看着他 追问 我同你凤九姐姐成婚 跟你父亲要你娘亲给你天弟弟妹妹有何干系 阿黎小嘴干憋着 叹了一口气 缓缓才说 父亲说 凤九姐姐年纪轻轻就成婚 李君又那么喜欢凤九姐姐 凤九姐姐婚后必定很快就会有孩子 文言 我挑眉看着小白 眼神示意 小白 看来如今不只是你爹想要我们早些生小狐狸在 连你姑姑姑父都想要我们快些生小狐狸在 怎么样 今晚是不是 小白看了我一眼 垂下眼眸 小脸如喝酒美酒般 染满就红韵 正在和小白眉目传情 耳边又听到阿黎自顾自地说 父亲还说 等到凤九姐姐年纪跟娘亲如今的年纪的时候 孩子都很大了 但我娘亲在这个年纪竟还在生子 所以父亲觉得应该早些让娘亲为我添弟弟妹妹好一些 这结婚生子的大事 经年纪小小的阿黎这样一说 竟然说得如同是一场比赛一般 从这个角度上看 我这三十六万岁的年纪 何才堪堪三万岁的小白成婚 年纪差距确实有些大 但我同小白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自然不会理会这年纪差距问题 我同小白惺惺惺相惜 即便年纪差别有些大 也不影响我们的情意 结婚生子也是理所当然 叶华才五万岁 而白浅则十四万岁 叶华比白浅足足小了九万岁 叶华这样说 岂不是便想说白浅年纪大吗 白浅之所以同意 因自知自己年纪大 所以想要早些为阿黎天弟弟妹妹 我看了看身边的小白 他正醋眉睁睁地看着我 小脸呼得变红了 看着书案上一大落的检测 想起小白和阿黎聊天也有一会了 待会小白还要研究理法 得想个办法打发了阿黎 忽然想起去年的一件事 正好让空闲的阿黎去办 想到这里 我看着阿黎 笑着说 阿黎 你是真的不想要弟弟妹妹 还是不想要你娘亲 那么早为你偏弟弟妹妹 阿黎侧头想了一会 眨了眨眼眼镜 看着我说 我和娘亲独处的时候 我就不想要弟弟妹妹 就是父亲有时候会偷偷带娘亲离开 不带我一起玩 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就想如果有弟弟妹妹和我玩 那也不错 文言 我不经心想 原来不只是我热衷于同自己妻子缠绵 叶华也经常带白浅偷溜 都躲开阿黎行乌山云雨之事 想到这 我看着小白 眨了眨眼 和他眼神交流 夫人 你总说我不正经 你看你姑父和姑姑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看着小白 刚刚恢复白皙的小脸 被我眼神逼世下 再次染上好看的红蕴 不经玩耳 扭头看着阿黎 简单概括她的话 那 其实阿黎就想要有人陪你玩吗 你看 就像现在 你父亲不让你靠近你娘亲 没人陪你玩 你就来找你凤丘姐姐玩 阿黎想了一会 才缓缓点了点头 随即抬头问我 那 帝君 可有什么法子让我父亲改变初衷 身边的小白静静地看着我 眼睛一眨不眨 似乎想要看我如何说服阿黎 这个困扰阿黎的问题 自然还是有方法可以去阻挠一二 但小白再次 而且如果被阿黎知道了 日后保不准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更担心日后 阿黎经常找小白讨论叶华和白浅的家事 想到这里 我笑了笑 看着阿黎 说 阿黎 这个问题只有你父亲和娘亲才可以做决定 就算是你爷爷和你奶奶也不能随意插口 阿黎失望地看着我 叹息一声 小白正没看着我 怪我说得太直白了 看着忧伤的阿黎 小白笑着说 阿黎 帝君说得对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姐姐做了你爱吃的糕点 我去拿些给你尝一尝吧 说着 小白就抽身离开 临走前 小白又给我使了一个颜色 示意我好好安慰阿黎 小白走后 看着坐在一旁垂头丧气的阿黎 问他 阿黎 你父亲跟你说 你不可以靠近你娘亲 阿黎点了点头 我笑了笑 提醒他 那你就不要离你娘亲太近 阿黎看着我 双眼忽然一亮 开心地说 帝君说得有道理 我可以找一些距离远一些 也可以一起玩的游戏和娘亲玩 这样 父亲就不会反对我和娘亲在一起玩 我看着阿黎 点了点头 笑着称赞说 嗯 阿黎果然聪慧过人 阿黎看着我 摇了摇头 笑着说 帝君 获奖了 其实父亲经常苛责阿黎不懂礼数 叶华向爱古板 阿黎年纪那么小 还能要求阿黎如何懂得礼数呢 不由的好奇 回应阿黎 示意他将话说完 阿黎看着我 缓缓开口说 前几日收到丛林哥哥送来的席帖后 我问父亲 我应该称呼帝君为东华哥哥 还是东华爷爷 父亲告诉我帝君是尊神 我应该称呼帝君为东华爷爷 可坐在对面的娘亲不这样认为 娘亲认为帝君同凤九姐姐成婚 就是同阿黎平辈 娘亲告诉阿黎 我应该称呼帝君为东华哥哥 后来父亲和娘亲为此事争辩了起来 按辈分 我在这四海八荒算是最大 所以叶华自出生开始就换我爷爷 巴黎换我为爷爷都已经算高了一倍 但小白的辈分在青秋却是最小 这称呼确实不好定夺 我本就无父无母 和叶华也无甚关系 而凡间却重视娘舅关系 同青秋的称呼 自然是以小白的辈分为标准 叶华的古板程度不亚于上年纪的尊神 白浅诚的却是昆仑须逍遥之大 真的好奇他们之间的碰撞会有什么结果 想到这 我看着阿黎 问 那后来 他们决定让你称呼我东华爷爷 还是东华哥哥 阿黎眨了眨眼眼镜 说 一开始的时候 父亲让我换帝君为东华爷爷 但后来建娘亲一直坚持让我换帝君为东华哥哥 便跟我说不必改称呼 照样换帝君即可 白浅的性子是眼里揉不下纱 叶华当然最清楚 自然不会为了此事与白浅闹得不愉快 都说童言无忌 阿黎的真实想法又如何看待 伸手摸了摸阿黎的脑袋 问 你父君这个说法倒也说得过去 但阿黎更喜欢哪个称呼 阿黎看了我一眼 惊灵地说 一开始我还为此事困扰 但后来阿黎想明白 称呼只是表面 不管换帝君为东华爷爷爷还是东华哥哥 都改变不了帝君侍奉九姐姐的夫君的事实 阿黎果然极致过人 那么小舅悟到这个里 称呼是虚的 名分才重要 小白素来看重青秋生育 如此说来 还是随了小白的青秋辈分的叫法更妥贴 如果阿黎改称呼 外人看起来 更显得我重礼数 也在无形之中拉高了青秋在四海八荒的地位 阿黎作为小仙童 改称呼对他而言自然是简单 而青秋其他人能否如阿黎这般称呼我 那就看他们境界如何 想到这里 我对阿黎说 阿黎称呼你奉九姐姐为姐姐 那姐姐的夫君 阿黎也不能不换哥哥 那阿黎就称呼我东华哥哥吧 阿黎拍着手 开心地问 真的 帝君的意思 让我换帝君为东华哥哥 我笑了笑 问阿黎 如何 有一位我这样的姐夫 你开心吗 阿黎重重地点了点头 眉开眼笑地说 感觉太好了 就像一下子提升了好多集 已经将阿黎哄好 就要转入正题 我伸手摸了摸阿黎的脑袋 指了指数案上的检测 哭着脸跟阿黎说 阿黎 过几日 就是你奉九姐姐和我的婚约 你奉九姐姐还未将 这些婚约肆意理智 检测翻完 阿黎看了看桌面上的检测 平静地说 好像也不少说着 又用小手翻了 翻书案上的检测 又扭头看着我 好奇地问 这怎么是青秋的婚约理智 东华哥哥和凤九姐姐的婚约 不少应该跟我父亲 和我娘亲的婚约理智一样 依照天族的婚约理智 这就是我的战斗 这个战斗 那就是一个战斗 所以我嫉妒的战斗